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跌了超过400点 所以两天来讲是没有那个方向 恒生指数今天收盘到21,190点 相对上个星期是下跌了470点 跌幅2.2% 是连续第二个星期下跌 而国际指数跟科技指数也是连续两个星期下跌 国际指数这个星期下跌了3.5% 而科技指数就跌了5.9% A股方面这个星期也是表现偏软的 那个上证中指这个星期跟上星期比较就下跌了3点 但是其他指数跌幅比较大 深圳层指这个星期下跌了0.6% 沪生300这个星期就下跌了0.8% 美股方面因为看到这个星期联储局态度有点偏硬 加上上个星期公布的那个飞龙就业数据 显示那个劳动市场还是非常的强劲 所以改变了市场对联储局升息的预期 现在市场估计联储局那个十年期的国债的知识率 可能要上升到那个联邦基金利率 可能要上升到5.1%以上才会见顶 所以也为美股带来一定的股受压力 至于港股方面的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其中那些科技股 出现比较大的那个固压 特别是星期初一度受资金追捧的AI的股份 因为后来在这个星期中断以后 Google因为他们的那个聊天机器人出包 所以就为股价带来一定的估压 另外就是中美关系因为那个气球的风波而在紧张 尤其是拜登在国情咨询里面的谈话 也为股市带来一定的估压 所以呢这个星期基本上呢 恒生指数国际指数跟科技指数都是连续第二个星期下跌的 谢谢师傅的讲解 那么既然恒指呢在本周都是区间横行 没有具体的方向 那么它近期大战的Chart GPT 它的概念股呢也出现了调整 请问师傅呢 对于下周的横指呢 有什么走势有什么看法呢 下周我们也要密切关注 那个恒生指数21,100点这个支持位 会否失守 因为恒生指数从近期的高位22,700点 回落 第一个地位就是跌到21,085点 大概接近21,100 之后呢都没有跌穿21,100点 但是呢今天恒生指数收盘是21,190点 再一次呢跟那个地位呢只有大概 100点不到的那个距离 如果跌过21,000点的话 我们预计上个星期都预计就是现在 港股呢进入一个调整的阶段 至于那个调整的幅度有多深呢 就要看第一就是21,000点会不会失守 如果失守的话呢下一个目标就要补回 所以今年1月5号的一个上升列口 接于21,790点到大概21,960点的 200,790点到20,960点的一个上升列口 如果到时候连这个20,800点都跌穿 那可能恒指还会继续的向下调整 下市250天移动平均线的支持 现在恒指的250天移动平均线大概在 20,150,000点的位置 谢谢师傅 刚才也提到环球的这个 ChartGPT的概念股 周三谷歌他因为宣传新推出的这个机械人 巴子的时候可谓是出师不利 然后当天呢就是他因为在宣传短片中 回答了错误的讯息 然后呢股价就一度大跌了8.9% 那昨天呢又继续大跌了4.5% 那市值蒸发超过了1000多亿 这样的话呢往往这种尴尬的情况呢 肯定是引起市场的短期的抛售的 但是凡是有双重效应的 请问师傅呢对这种情况呢 可不可能是一种难得的投机的机会呢 首先呢Google以Google为首的 这些ChartGPT概念股 近期的波动我觉得是市场反应有点过敏 包括在它进行那个介绍会之前 市场都热捧那些ChartGPT的概念股 像港股这方面相关的概念股有百度 也有这个星期有一天 因为炒着那个ChartGPT的概念 而且它也有它自己的那个聊天机器人 那个文星医研公布会在三月进行公车以后呢 股价当天也剩了一层五了 所以剩的过多也是一个过敏的反应 然后就出现Google那个介绍会出包的事情 让大家担心对那个聊天机器人的准确度 投下了那个疑问 所以呢股价就出现那个抛售 但是那个抛售的跌幅 我觉得也是反应有点过敏 因为之前分的它有点过急 所以调整回落的时候呢 也那个跌幅啊 发现市场的反应也比较大了 但是我认为 首先我怎么看那个Google的Bud的这个事情呢 因为它现在只是进行那个内车 然后几个月后还会进行大规模的公车 那所以在内车的阶段 出现一些操作上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是很平常的 因为那个还没有正希的推出 还是在内车 还没到公车的阶段 而且我觉得Google可能呢 是想管理市场的预期 先打防疫针 就是聊天机器人 比起它AI嘛 AI它也不一定是100%准确的 它的机器学习 有可能呢 如果它的源头所得到的那个Data 那些资料是不准确的话 它可能是出来的答案 也会出现这个偏差 所以这个还需要那个继续的改善和优化 可能我觉得如果我这样想 Google是先打那个防疫针 所以未来呢 还是要看那个事情的发展 但是我对XGPT的那个前景 我还是比较偏向乐观的 认为XGPT的那个技术呢 将来的在很多领域 场景都会得到应用 特别是在手术这一块 Search Engine这一块 这可以提高那个手术的效果 和增加那个互动性 那所以呢 也看到那个微软 它愿意投资几十亿美元 在那个OpenAI这一家公司 这一家公司就是 这次前期那个XGPT概念股 被追捧的一个一家公司 所以中长线的前景 我还是比较看好XGPT前景 但是转期就因为 那个相关的概念股的股价 会比较波动 主要是他在搜索的这一块 就是准确度啊 各方面都是比较有优势的 那么呢 目前呢 就是美国的多金企业的业绩 表现都很好的 而且呢都上调了 企业的盈利的预测 市场呢就忧虑 企业盈利上调呢 会令联储局呢 继续的进取加息 加上呢 目前多位联储局官员呢 本周也重申 需要就是继续的加息 控制这个通胀 那么银派的言论呢 自然会削弱这个市场的情绪了 那美国 但是美国股市呢 近月的表现呢 都是比较良好 而且在高位徘徊 那么请问师傅呢 怎样看待美国整体股市的 之后的走向风险大不大 嗯 我对美股往下的走向 比较审慎 比较有保留 去担心那个 回落的风 那个风险 会比较大 因为之前市场预期 那个联邦基金利率 可能会在大概4.5 离这个水平就 见顶 结束那个升息的预期 但是现在那个预期 有所改变 最新 不管是那个联储局的官员的 那个 矩阵图 还有就是市场都预期呢 联邦基金利率呢 需要加到最少5%以上 另外呢 虽然说近期的那是经济数据都 比较强劲 其实比较强劲呢 主要是集中在那个 劳动市场方面 其他消费啊 而这是房屋销售的数据 其实也不是太好 所以就担心 最近我们看到那个 两年期跟十年期的 美国国债的 窒息的曲线 又在扩宽 通常如果出现这样倒挂 而且那个 倒挂程度扩大的 那表示未来 经济出现衰退的 那个可能性增加 你说美国最近的 那个企业的盈利 很好 也不是 因为 本来在去年 7月的时候 市场估计 第四季度的 这个S&P 标普500的公司的盈利 是大概 按年下跌1.6% 但是最新 市场的估计 那个平均的跌幅 是3%的 都是估计那个盈利 对比去年 前年的 第四季呢 会有一个 倒退 不过呢 当然出来 有部分公司的业绩是优于预期的 另外要留意的就是 刚才提到那个中美关系 也会对美股造成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一次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另外 另外拜登总统呢 倡议 未来 会对 那个 股票回购 征税 这个也是一个 对美股一个 可能 影响不容 轻视 因为过去很多公司都通过 股份回购 来回归股东 而股份回购也 对股价带来支持 但是如果未来需要对 股份回购 征税的话 那公司的股份回购 活动会不会 因而变得减少呢 这个就有待观察 谢谢师傅 那么我们反观中国的情况 内地的通胀呢 就是目前是回升的 国家统计局公布呢 就是中国一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呢 CPI按年升了2.1% 但是呢 那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呢 PPI 却按年呢 就是下降了0.8% 而且是连续的四个月 逊于市场的预期 那请问师傅呢 关于这些数据哈 对投资者呢 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嗯 那个一月份的CPI 同比上涨2.1% 占幅比去年12月 扩大了0.3个百分点 那不过那个主要是受春节的效应 和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的因素影响 所以 2月份我觉得有机会有所回降 不过呢 那个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呢 跌幅 一月份下跌0.8% 跌幅比去年12月份 稍微扩大 扩大了0.1个百分点 那意味呢 比较偏下游的 那个机造业呢 那个利润率可能会受压 就是原材料的价格呢 上涨 因为可能春节的 不过 比较安心的就是 如果这只是一个短期性的 有季节性的因素 因为春节的影响 而导致CPI升幅比PPI大的话呢 那那个影响可能是短暂 但是 一般来说 如果CPI升幅比PPI大的话呢 那代表 机造业的利润是受到一定的积压的 那就是 如果是短期的 可能就是大家不用太过忧虑这些数据 对中国来说呢 那个通胀 通胀不是最关注的问题 不像对欧洲和美国 那个通胀高居不下 是一个很 棘手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呢 面对的不是高通胀 而是那个经济的增长 但是 现在我们还是可以偏向乐观的预期 自从去年12月 公布那个防疫政策优化以后 会带动那个经济回软 而且加上 两会在下个月初 会召开 所以市场也会有预期呢 到时候会有进一步的 稳经济的政策 出台 对 谢谢师傅 那么看来中国内地的股市的投资环境 还是我们是比较乐观的 嗯 其实师傅今天的讲解 然后我们今天呢 提到了下周港股呢 很指的走势 大家尽请留意师傅所提到的 几个重要的点位 然后呢 还提到了美股市场呢 我们需要持谨慎的态度 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回帝周末报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